那時候我想和妳一起的時候 就那一首歌其實就算是爆紅吧 嗯 那珍妮是如何看待這件事情 就是會覺得好像變成這樣了 好像是我已經預想到了的那種感覺 好像有一點這種感覺 但是還是很開心 但是也沒有說就是我就是覺得 我覺得就是一定會紅 沒有沒有 我就是會覺得這樣也也是有道理的 對 沒有道理 我以前小時候有上的課就是音樂課 跟有一個是木工課 就是做木頭 然後我媽問我說 啊你家裡沒錢你只能學一個 我說啊我要做木頭 然後不行 哈哈哈哈 你不然先決定好了 還沒有要給你選擇 還沒有先問你 然後還沒有要亂選擇 強迫的 所以我其實小時候的時候我是 對音樂我是比較反感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最對不起的人就是這四個人 因為我覺得我把很多很不好的能量 就是我很常在練團的時候會帶給他們 所以我也覺得有時候會很對不起他們 但我是非常愛他們四個人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因你而在 我是主持人Tim 讓我們掌聲歡迎 Wendy漫步 Yeah 大家好我們是 Wendy漫步 我們各自介紹一下 好我是鼓手阿瑞 我是吉他手Joe 我是鍵盤手李耀如 我是吉他手珍妮 我是主唱鍵背手江陽 Yeah 沒錯他們 可惡大概三年吧 三年嗎 三年差不多 然後發行了第二張 我很想老實問一個 就是你們有想刻意拆掉的就是浪漫系 樂團的這個標籤嗎 因為像其實像你們在Spring Spring這一張的時候 就是第一張的時候 你們是比較以粉色系為主 然後可能被稱為浪漫系樂團 然後這一張你們完全相反 就是做了一個算是Midnight Blue 然後是完全是以午夜來 所以我蠻好奇說你們是不是 欸有想要可以就是撕掉這個標籤 嗯是沒有想過要撕掉 應該說我們發第一張的時候 也不知道會是有這個標籤 所以應該說就是這個標籤 對我們來說就是 它是存在的 但就是就是大家對我們的印象 可能就是這樣子 但就是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呢 我覺得就是我們也沒有想說 我們要把這個標籤 強加在自己身上 就是我們還是以我們自己 現階段想做什麼樣風格的音樂為主 這樣子 其實你們說你們想要透過這張專輯 就透露出可能你們本身 樂團本身的轉變啊 成長跟當下這樣 就轉變可能就是這次用藍色來回應大家的印象 所以用專輯名稱就用成 Midnight Blue 然後去凸顯 然後成長就是因為你們經歷了就三年 然後身份 不管是身份的轉換 或者是可能有人去當兵 然後這些 然後或是碰到疫情 這三年 所以可能就就會有成長的部分 然後當下就當下的話就是指說 你們可能之前是比較可能現場券的比較多 那這個反而相對來說比例就比較小一點 對 在這次 當然也會有 其實會有不同的挑戰在裡面 就是當進錄音室的時候 就實際要錄的時候就會 需要比較多的練習 對 我特別蠻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你們 那時候我想和你一起的時候 那一首歌其實就算是爆紅吧 那珍妮是如何看待就是這件事情 因為慈琪創作其實是你嘛 然後其實你們自己有預料到這件事情會發生嗎 然後你們爆紅 就是算這首歌爆紅的時候你們心態是如何 我覺得可以各自分享一下 其實就是覺得很開心 就是很驚訝 對就是但是好像 我自己也沒有驚訝到 那種就是好像 怎麼會這樣 的這種程度也沒有 但是就是會覺得好像 變成這樣了 好像是我已經 預想到了的那種感覺 有一點這種感覺 但是還是很開心 但是也沒有說就是我就是覺得 我覺得就是一定會紅沒有沒有 就是只是 我就是會覺得 這樣也是有道理的 對 沒有道理 沒有道理 那我特別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其實爆紅他另外一個 相伴的就是壓力 你自己本身會有壓力嗎 壓力一定是會有 就是會 也會擔心說就是以後 然後 除了這首歌 那別的作品 那大家會不會 就是沒有這麼喜歡 之類的 就或者說 會不會以後的歌沒有辦法 超越這首歌的那個流量 那個大家喜歡的程度啊 什麼的 也會就是擔心說 那自己現在的這個能力 有沒有辦法就是負擔的起大家對我們的期待啊 或者說對我們的那個喜愛就是我有沒有辦法就是好好的給大家做回饋這樣子之類的 其實我自己也是 跟可能跟真理差不多就是 好像一開始這首歌紅的時候 我也是 我也是覺得說 好像 本身就會中 就是好像也會覺得說就是 就是你也不會去設想 因為那時候發生期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自己覺得是 好像就是 就是在賭一個有或沒有的感覺 就是有 那就是繼續玩 沒有的話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要開始想做別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已經快畢業了嘛 大學要畢業了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就是也是很平常心 就覺得可能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但他就是結果就是可能就是有中 就中 對然後我覺得就是剛好也就是順著 那我就覺得就是跟我們大學時候做事情其實差不多 那我們就繼續玩吧 我們就繼續練團繼續表演這樣子 看我們能做到什麼樣的階段這樣 但我覺得擔心的部分我覺得可能跟真理很像就是 這首歌有一點太紅了 就是他有點紅到會讓我擔心說就是 就是別的歌有沒有辦法能有跟他一樣的能量 或是這張專輯有沒有辦法有別首歌可以跟他有一樣的就是流量之類的 就是也會擔心這個 然後我覺得壓力的部分就是我覺得也是跟真理很像 就是我們的能力有沒有達到大家的喜愛 就是大家對我們的期待到底有多大其實我也不確定 但就是就是壓力都是寄給自己的啊 就是你也不確定自己會面對什麼事情 嗯 大概就是這樣其實很像 他要魯的有沒有什麼壓力 因為我們一開始玩樂團的時候 然後我們算是都沒有討論過未來的目標會怎樣 就是我們就是純粹五個很喜歡玩樂 然後剛好在同一個戲 所以就這樣組起來了 那我覺得我想和你一起這首爆紅的時候 然後就是對我來說很像一個禮物 就是真的是奇蹟式的禮物 就是哇 就因為我從來沒想到可以有到這種流量 就是一天一萬一天一萬一天一萬在跑 然後哇哇現在八百多萬 八百多萬 對我就哇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奇蹟 就對我來說 好那是不是代表說我們好像往這條路走好像是OK喔 對好像OK不錯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心態會是好 我要玩就把它玩到底 對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會是這樣 對 進下一個之前我想先問就是 你們自己現在是完全就是正職是音樂 就是在問題目的 是的 因為其實上一張算是你們 算是畢業製作的作品 有點像 那時候做畢業製作的時候 我們有問老師說可不可以 讓我們不要參加學校的畢業製作 用這樣專輯當我們的畢業製作 但他們說不行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邊做學校的畢業製作 然後邊做我們自己的專輯 對 學校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你們是讀黎明科 大家要教研究系 然後我還蠻好奇就是 學校會教些什麼 然後我會這麼問 原因是因為我本身是念 流行樂彩業系 所以大概想聽一下 大概其他學校會是怎麼樣 好那我們可以大概跟你講解一下 就是我念 一點點我就休閒了 原因就是因為 我休閒的那一天呢 我早上跟耀如有一堂課 然後我們去上課的時候 他在那邊跟老師大吵架 老師叫他跟他說什麼跳舞的時候 要把耳環拿掉 因為我們還是會有一些選修 可能要修一些舞蹈 什麼的 然後反正他就跟老師吵架 然後那天早上我們就已經覺得 哇這個學校是怎樣 然後下午又去上課 然後我下午上課的時候 老師就會在台上 教四分音符跟八分音符 然後我就決定 在大學嗎 對啊 對 阿二講真的沒錯 但我覺得還是要有一個前 就是我以為我們學校是表演藝術系 然後他有分三個組嘛 音樂組然後戲劇組跟舞蹈組 然後我們是音樂組 對我們是音樂組 我覺得最主要會造成這個狀況 是因為我們學校的學生 太層次不齊 就是程度差異太大 就是有些可能是透過指考 或是統徹那些類似的管道 其實有錢就可以 其實有錢就可以 因為我也是轉學過去的 然後他完全沒有面試我 我就寄個那個我的東西去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樣了 那你面試有來打鼓吧 沒有啊 你沒有啊 我完全沒有 我也沒有面試 我也沒有面試 因為我也是轉學生 我跟他瑞一樣 太爽了 那他就直接進去了 對他就上學 然後沒有符合你的 就是對那時候的大學期待 對對對 所以其實到後期來說 其實我們五個人去學校 基本上都是在練團的時候 我們就會直接跟老師講說 老師那我們去練團 然後老師通常都會說 好那你們去練團這樣 就是我們就會上課的時候 跑去練團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比較多時間都在練團 對 但他們也代表說蠻支持 就是你們的音樂 對 我們有一個老師是 就是現在暴行中止的吉他手 我們有一個老師 對 然後我們就是期中考 期末考的時候 我們都跟老師說 老師你等一下上來練團是看我們 看我們就是表演個一兩首這樣 你可不可以打個分數這樣 OK啊沒問題 他幾乎美洋科讓我們上去練團 對 真的 很讚 好那那個尾翔要不要回來補充 好 壓力的部分嗎 其實壓力是一定會有的 但是現在就是面對壓力的方式 就是我覺得在這一段時間裡面都有所變化 對 我覺得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東西 就是就算怎麼樣我就努力了 對 我的話我感覺就跟尾翔比較像一點 就是做好自己的part 因為我覺得像那種流量那些東西就 不太是我們自己能決定的 對就是他們喜歡他們就喜歡 他們不喜歡我也不能這樣 但我就是這些東西我不能決定 我能做好的就是 我把我自己的part做好 對 大概是這樣 因為剛才有說到其實就是你們是 表演藝術系畢業的 然後 然後蠻想先從就是你們學音樂的路處 跟坎海分享 蠻想知道一下 好我先來 我的話我是很小的時候 我大概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在那個梅林上那個打極樂 然後大概上到五六年級吧 主動性的敵人 主動性最大的敵人 對主動性最大的敵人 我為了梅林 他為什麼好像是分家還是怎麼樣 對可能大家上網查一下 怕我亂說說錯了 對 然後我最一開始都是打那種木琴 就是我最一開始不是打鼓人 然後我是到 一開始你是被逼著學 對我最一開始是被逼著學 就是 我以前就是也不行不喜歡念琴這樣 然後我媽就會把我關在房間 就是沒有練就不要出來 然後我就是他一定要聽到那個琴聲 然後可能持續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喔好你可以出來 這樣 你有問過你家人為什麼要逼你選音樂 沒有 對 但是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很好笑的事 就是 我以前小時候有上了課就是 音樂課 跟有一個是木工課 就是做木頭 然後我媽還問我說 你家裡沒錢 你只能選一個 我說 喔我要做木頭 然後不行 對 還沒有要給你選 什麼意思 還沒有先問你 還沒有要亂選 強迫 所以我其實小時候的時候我是 對音樂我是比較反感的 然後我是到國中的時候 我加入那個官樂團 然後就跟同學們一起 就大家一起玩音樂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可以開始改變 我讓我喜歡上音樂的原因就是 官樂團 每次在練團的時候 那個地板都會震 然後我每次在後面就 整個人都起雞皮疙瘩 我才發現就是 音樂的力量還蠻強的這樣 但我以前小時候都覺得 喔不要不要不要 我就不要這樣 然後到 到官樂團之後 有一些官樂團的歌 可能要打鼓這樣 所以我 國中的時候 有自己 學了一點點 然後我是到 甚高中的暑假 我才真的去外面的音樂教室學 那就是 管樂團是你的 就是你主動的 自動自發的時候 我要參加 喔不是欸 好像也是我媽 對但因為我 我是內湖國中 然後內湖國中的 管樂團我記得 我加入的時候 好像就是第一屆 就是因為 什麼大湖國小的學生 來內湖國中啊 然後只會想要在這邊教這樣 對對對 就第一屆 但我自己那個時候是不反感的 我還覺得蠻酷的 因為跟以前小時候學的東西 又不一樣 而且就是 就是比較 比較是不同領域 對對對 還有很多好朋友可以一起這樣 對啊 那我想 我的話 你是過去聽說你討厭吉他 喔對 因為我以前 不是 我以前是那個 打跆拳道的 就是我以前是 算是選手這樣 然後每天要練習啊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然後我爸那時候 剛好買了一把吉他 然後就在那邊彈 阿那種 爸爸嘛 彈那種吉他 都在那邊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蛤 吉他真的是 太笨了吧 會不會太笨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阿不要不要 吉他不要 太蠢太笨 太笨了 然後我就繼續踢我的跆拳道 但是我發現 跆拳道這台路 真的是 真的是太痛苦了 我幹嘛要在那邊 讓自己這麼累呢 然後我發現 欸吉他 應該不只是 然後我就是 可能有看一些影片 什麼的 就覺得 其實吉他還不錯 然後就是 開始 要彈吉他 但是我一開始要彈吉他的時候 我跟我爸說 欸 我要彈電吉他 我不要跟你彈那種木吉他 因為我爸就說什麼 阿不然你要彈木吉他 我就來教你啊 然後他每次都開始教 就彈吉他 然後我就想說 喔不要我不要 我要彈電吉他 然後那時候我爸就說 好啊好啊 然後他就說 好我找得到一把電吉他給你 然後他就找了一把 真的找了一把電吉他 但是那一把電吉他 是我 叔叔 差不多高中的時候用的 然後他連弦都是高中的時候 用到現在還沒有彈 所以那個弦是整個秀到 很粗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那邊彈 電吉他真的是這樣好痛喔 都破髒風了還在彈 一直彈 然後其實我只有經歷那一陣子的 手會痛 對然後去上 就是可能到 國中畢業 因為我國中畢業的時候 就想說 喔我真的不要再踢跆拳道了 太痛苦了 因為每次都要減重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現在身高這樣喔 其實覺得很可憐 就是先量級什麼那些 對啊 然後就要一直減肥什麼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真的蠻不健康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高中嘛 就想說 可以去找老師上課 對 然後才開始跟老師上課啊 然後學到 大學 大一 就開始跟他們玩 對 就來了 對 但代表說其實你家人 算是蠻支持的 是蠻支持的 對啊 就是他願意找一把 墊給他 所以還可以 上面生鏽 但他還是 他還是找到了 他還給你 讓你去玩 對對對 還是蠻支持 我是小學的時候 我幼稚園就有開始在學這個 然後 我家的鄰居 就是我斜對面的鄰居 然後大了我大概幾歲 所以等於是我 可能大班的時候 他才三四年級 然後那時候 他也有學鋼琴啊 然後我媽就問我說 要不要學 然後我就說 好啊 然後 然後我第一堂課 就在那邊敲那個木琴 還有那些木魚啊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不錯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 我媽就問我說 要不要學鋼琴 因為那個姐姐 剛好也會這樣 然後我就說 好 然後我從小學就開始 就學那種 古典鋼琴這樣 然後到 然後 國中的時候 我是去教會 然後 學鼓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打鼓超帥 就帥到一個翻 然後 那時候剛學的時候 就覺得過門 就是很帥 就很帥 但是教會 因為其實比較 老人比較多一點 就是 不能太吵 你知道嗎 但我又很愛過門 然後那個 敬拜團 那個團長說 聽聽聽聽聽聽 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 打輕一點 不要一直過門 不要一直過門 這樣 就還蠻好笑的 然後到了高中 我是加入那個管樂班 對 然後那時候 我的位置是 就是打小鼓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管樂 管樂團這件事情 我覺得 也很酷 就大家一起 可能四五十個人 在那邊 騎奏這樣 而且那是很有能量 是非常有能量 非常 對 你只要各司騎 一個人做一件事情 就夠了 對就很酷 然後 再來到大學的時候 我大學原本 跟 不是念黎明 對我原本是念南華 對就是民族音樂系這樣 但是因為我一直都覺得 玩樂團這件事情很酷 就從我國中在敬佩團的時候 就覺得 然後 但是我在那邊 就是沒有找到 可以一起玩樂團的人 對 然後 我就轉回來 轉回來北部 黎明 然後就碰到這幾個 就遇到他們 然後 楊順妍 就把我 帶到琴房 因為那時候 我剛轉過去嘛 然後他來 他來找我講話這樣 然後他說 欸你會彈鋼琴嗎 然後他說 會會會這樣 然後 好那我們去琴房談一下 然後我們就去一個暗暗的 琴房 那根本平常都沒有人去 超小姐 然後那個 那個鋼琴椅子就很小 然後 他硬要坐在我這個旁邊 然後那時候 第一次見面而已 然後我覺得超級 就很g 你知道 非常g 故事 因為他轉學生 他沒有人跟他講話 那時候有長頭髮 看起來很兇兇 酷酷 但那時候我們 我跟他還有 微翔 我們三個已經開始玩了 然後 那時候還有我們前鼓手這樣子 然後 我們那時候剛好 然後我缺一個keyboard 然後我就 跑過去問他說 欸你會彈鋼琴嗎 他說他會 然後 我說他你帶我去 我帶你去 金剛 你彈給我聽 這樣 然後他真的彈 我當然嚇到 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們學校沒有keyboard的時候 然後我那一陣子很喜歡聽爵士鋼琴 然後他 我就說你會彈爵士嗎 他那時候他會 他要彈一個 就是那種萬年爵士 Riff 然後他彈的 我嚇到 很強欸 真的很強 我就會問他要不要加入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阿瑞也是轉學生 對 他也是從文化轉過來 故事其實也是 類似這種狀況 對 先他加入 然後最後是他 沒有沒有 是他先 對 蠻特別的 然後我講最後一個 就是我現在就是當鍵盤手這件事情 我在國小的時候寫我的志願 我就是想要成為一個鋼琴家 就等於是 我現在都覺得 我現在每一件發生的事情 都很像奇蹟 其實蠻幸運的啦 那珍妮 我是 我從小就很喜歡唱歌跳舞 而且我小時候也很喜歡K-pop 就我很喜歡韓國的那種偶像啊什麼的 然後我還 我還 就是我還會有那個 投那個什麼 甄選 就是那種韓國的公司 我還甚至有投那個甄選去 很投出韓國去 他們來台灣甄選 那個時候 我不在台灣 我在上海 就他們可能會到別的城市去 挑選那個國家的練習 那我會有投 雖然說沒有上 對 因為我喜歡唱歌 所以我就大概 國 我國中畢業之後 想要找一個可以幫自己伴奏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要學吉他 然後就買了一把吉他 然後就自己 自己開始看網路的影片 然後在那邊學什麼的 是木吉還是電吉 木吉他 木吉他 然後也去讀南強的那個表演藝術系 對 然後就認 他也是讀南強的表演藝術系 從高中就同學 我們是同學 然後又就是 就一起唸大學 後來就一起唸大學 然後一起出來社會 就是唸成大學 然後就 表演變這樣 對 而且你們 第一張Spring Spring的時候 就是幾乎都是你們詞曲包辦 對 他們就是我們的 對 就是天才 天才的兒童 大家都天才 對 大家都天才 對 大家都天才 江洋 我學音樂 就我也是國中愛唱歌 然後參加學校的那種歌唱比賽 這樣子 但是我學吉他是 那時候國中準備要畢業的時候 我是為了把妹 就那時候喜歡一個女生 然後那個女生 他說我最近開始學吉他 我想說哇 然後最主要是 我有一次在那時候 開學典禮唱 他那時候要放暑假前 他跟我說他在學吉他 我就覺得 就是 我好像也要跟上那種感覺 但是那個暑假我沒有去學 這樣子 然後後來是開學典禮唱 我印象超深刻 我看了那個女生 因為我喜歡他嘛 然後我看到他開了典禮 坐在那邊 這樣給我練習 執法 就是那種很裝逼 他在那邊練習執法 我就覺得 不行 這太裝逼了 我要去學吉他 然後我就回去跟我爸講說 我想學吉他 他就說好 然後就帶我到附近的那種音樂教室吧 就是學木吉他這樣 然後剛好國中畢業 就升高中 我就去念南強的表演藝術系 因為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好像也只會這件事情 然後我念書也念得很差 我爸希望我可以念一個公立高中 然後他請了大概三四個家教吧 來教我 然後就是花了很多錢 他請了三四個家教 教了我一大堆有什麼東西 我後來長大以後 還有嗆過我爸 我說你把那個錢來 幫我買多一點樂器 還比較好 因為他請了這三四個家教 對我來說到現在是零 就是我學的東西什麼東西 我學的東西 然後我後來是念南強 然後就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有玩樂團這樣子 然後我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只會彈木吉他 然後上高中主樂團 然後會彈吉他的人太多了 然後沒有人會彈bass 所以我就去學bass這樣子 然後高三要畢業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我們兩個同班嘛 我們兩個還有一起 那種畢業製作 我們兩個還是那個音樂 樂團的那個小尖兵 其實我們兩個寫歌的故事 兩個一起寫歌的故事 其實在高三就有了 就我們兩個高三寫那個畢業歌 他寫了一首我寫了一首 我們合在一起做殺尿牛 應該只是 沒有應該只是我寫一首他寫一首 然後是全部的 因為我們那時候兩個班 舞蹈組跟戲劇組合在一起做畢業製作 所以兩個班大概四十四五十個人選 說我的歌要當畢業歌 還是他的歌要當畢業歌 然後那時候是差一票而已 就是一半一半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 參在一起 還是我們參在一起做殺尿牛 然後我們就真的就參在一起 就是A段是他的 然後B段是他的 然後B段是我的 然後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大學本來是想念戲劇 我沒有想要繼續做 就是我音樂那時候 我沒有想要做百分之百 我想要做一點別的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 原本就去考台藝大 然後但是我沒考上 然後我就跑去黎明 然後那時候我們兩個就 其實我們沒有 我覺得我們高中的時候算不熟 對 就是沒有到像現在這樣 因為我們大藝也沒有很熟 對 大藝也不熟 那你們那時候 互相彼此怎麼看對方 高中的時候 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看 而且覺得他就蠻好笑的 不是覺得蠻好笑 他人蠻好的這樣 然後我看他就是 因為他以前不是長這樣 他以前不是像現在長的女生一樣 但我不是討厭他 我就覺得這個人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朋友 好相處的朋友 然後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不會帶吉他到學校 因為我覺得很懶 我只會放貝斯在學校 然後我偶爾又會彈吉他 所以我每次都會跟他說 欸你吉他借我彈好不好 我就會一直跟他借吉他來彈這樣 但我們不是一個會 我們那時候沒有深交 對 就是只是一個 不同圈圈的 對不同圈子的 不同圈圈的 然後是因為到一個系 對後來大學的時候 後來大學 然後到我同一個系 然後到我同班 然後後來是組樂團 那時候我找韋翔玩樂團嘛 然後 就是因為班上要那個 比賽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說要組樂團 因為我有經驗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找韋翔 因為那時候知道他會彈吉他 彈得蠻好的 我就問他要不要 一起來玩 然後我也知道他會彈吉他 因為我們就認識 然後問他還是我們一起玩這樣 然後那時候還有另外一個鼓手 然後那個鼓手也是我們高中的同學 對 反正就是那時候我們四個就一起玩 然後後來比賽比完以後 就有在想說 要不要正式組團 要不要正式組團 一開始王偉翔還是說不要 那時候算是 比賽要的團 對那個不算 就是原本我設想就是 喔比完賽之後 我就要繼續刷我的廢 對 所以就那時候就說不要 但後來還是就是 組完團大家可能就覺得有 有一點好像有感覺吧 然後就可以繼續玩這樣 但一開始也沒有想說要找他 那時候也是把他說比完賽 因為他以前是彈幕 他算是加入樂團以後才開始練 練吉他 我以前比較獨來獨往 也不是獨 就是我是那種一個人在那邊 彈吉他唱歌那種人 是不是 我還蠻好奇 此刻 江陽剛才沒說到重點 後來那女生有跟你在一起 喔沒有啊 沒有啊 因為就畢業了嘛 雖然我相信我現在如果 沒有啦 看一下 就有沒有在他面前彈過吉他 好像沒有耶 沒有 沒有學到 在追他的時候還在練 因為我以前 剛開始練是有放棄過一段時間 喔真的假的 對 就是我覺得戀愛ING實在太難了 那個對我來說太清潔了 我有放棄一段時間 後來上高中才開始有慢慢彈 那你們自從脫離 因為你們現在已經脫離學生身分 那你覺得這三年對你們來說最大的轉變會是什麼 就變成從學生畢業 然後有人入過五了 然後有疫情 然後到現在已經疫情解封了 然後對你們自己來說這三年最大的轉變 有改變自己或什麼嗎 對我來講我是平靜 以前我比較火爆一點 對我來講也是平靜 因為我以前也是比較火爆一點 對我們兩個以前超常吵架 我們兩個以前比較常吵架 對但其實就是他 相愛相殺吧 他變好以後我還是很火爆 就是因為他們四個不太吵架 就是他們四個基本不吵架 那都是我在跟各自吵架 對就是我自己 一到前陣子可能都是 但就是我覺得這三年對我來說最大的改變 就是可能就是我家裡面可能偶爾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我必須要成長 就是必須要長大 就是要努力可以 但是我覺得我家裡面就算發生事情 他們給我的觀念也是 就是你只要顧好你自己就好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可能我要把自己的人生掌控好 就是不要像可能一些比較奇奇怪怪的長輩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可能就是要把自己的人生掌握好 就是你要賺錢養活自己 不要跟家裡人拿錢這樣子之類的 現在應該有吧 現在一定是 我就是現在就是 就是我覺得最主要就是 自己還是要變得越來越成熟 就是玩樂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就是還是要能夠 好好的賺錢 然後過我覺得穩定一點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不要讓家裡人操心 嗯 越來越成熟 成熟的表現 成熟的男人 學生最主要還是要這樣子 真的 你們先講 我想想 好 我覺得就是 因為以前小時候的時候 大人都會覺得 玩音樂這件事情就是 很不靠譜 對那 就我爺爺會跟我說 你學這個就是下三流 就是戲子的樣子 對就是我家裡以前對這個 我爺爺那一輩還蠻嚴格的 對因為我 對 啊我爺爺又是什麼醫生什麼 所以他們對於我 要做音樂這件事情 是還蠻覺得 感激 對能幹嘛 能幹嘛 但我自己會覺得 不要被這些話影響 我現在覺得我現在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屌那就很屌 而且我覺得我不想要 讓我的人生留下 後悔 對我不想要後悔 我就是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也沒有想要證明給誰看 就是我要告訴我自己 是不要被其他人 的話語給影響 對 我覺得我做的這件事情就是 我就是要堅持到底 然後我一定可以 對 嗯 改變 我覺得改變了很多 太多了 你是會焦慮的還是 嗯 我會會 但我覺得珍妮對我來說 我自己看也 我覺得珍妮 因為我剛剛認識 算蠻久 高中可能到現在 她中間 她高中一開始我認識她的時候 她其實蠻 對我感覺來說蠻活潑的 但她 玩團玩一陣子以後 其實她 她其實有一陣子是比較 我覺得越來越不活潑 對 越來越不活潑 比較EMO一點點 但是變得比較EMO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現在對我來說 珍妮又變得跟以前 就是她有點像是 進階版跟以前的綜合版 就是 就是開始她 她就也不會像前陣子那麼 對我啦 我覺得你不會像以前那麼 過於活潑 過於EMO 但是你也不會說像 那麼久以前過於活潑 就是你現在在一個蠻好的 平衡 平衡 對 謝謝謝謝 謝謝你幫我解圍 對 那珍妮自己怎麼看待 我覺得她說的不錯 有時候旁人看比較客觀 對自己太多那種主觀的東西 這樣其實就會不知道到底是怎樣 對 問一下你們就是自己有沒有碰 可能碰到瓶頸卡關 或是想要放棄的時候 其實我 因為我很常也會去想說 到底為什麼 就是我有一天可以玩到現在這個程度 我從國中開始學吉他 到高中我念表演藝術系 我到大學念表演藝術系 然後我大學一畢業出社會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直接做樂團 這樣 就是好像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 但是我也一直在想說 我這中間 到底有什麼階段是說 就是 可能旁邊的人跟我講說 你確定你還要做這個嗎 你確定你真的 做這個你有前途嗎 你有辦法賺錢嗎 你會要做什麼 就是我好像他們跟我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在 可能大學四年高中七年 然後再加國中可能接近十年這個階段 我都在學這件事情 但是我好像從來也沒有覺得說 就算我畢業以後 我不能靠這個做下去的話 會怎麼樣 就是我也沒有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 我好像做所有工作我都願意做 但是 我好像還是可以在這條路上面 再走一下 再做一下 就是反正就走走看 就做走看 又沒什麼差 反正我就還是在念書這樣子 我就即便弄到一些門檻 我覺得最大的困難就是 我們在錄專輯那時候 就是 就是那樣 但我也沒有想要放棄 因為我們頭已經洗 一般就是 我們就是硬幹嘛 我的話呢 其實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時候 就一定還是會 經歷那種 天人交戰 就是自己跟自己的那種交戰 然後我 我覺得我很常 我最近很常發現螢幕就是 我每天晚上 都一定會去陽台抽一根演 然後我抽那根演的時候 我一定要聽音樂 然後我就會站在陽台 然後播著音樂 然後我每次在抽的時候 我那個臉都是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突然一瞬間發現 奇怪啊我幹嘛這樣 就是 我又沒有發生什麼事 我其實可以笑笑的就好 然後我就會突然 然後 欸對嘛 對啊這樣子啊 這樣子就可以了 對對對 就是還是要跟自己一直溝通 對 如果是我 我在你鄰居 我是你鄰居 然後我每天都看到一個 小弟弟在那裡 然後 那目前你是 那如果的話是 其實我不大 因為 再怎麼不完美自己 因為其實 其實大家也知道嘛 我很矮 所以 就從這一點來講的話 其實 其實我早就已經接受自己 對 而且其實 我還覺得 因為以前其實 就是 大家在經歷這個 人生的過程中 多少都會對於自己 有一些懷疑 然後其實以前 我有對自己很多 很奇怪的懷疑 我會覺得 幹男生好噁心喔 我就當男生超噁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從小 我從小就跟我 我姐嘛 所以我其實從小 沒有什麼男生朋友 而且我又是什麼 跆拳道 然後跆拳道 高中也是那個什麼 我高中是 那個什麼 服裝系 然後我只要看到男生 我就覺得 噁心 這樣 就會覺得 我也是男生 噁心這樣 那種感覺 對 以前會有這些想法 但是其實 其實都是 就是 想那麼多幹嘛 就是 你覺得你自己啊 那你上廁所 看到自己的那個 的時候會覺得很噁 很久以前會 真的假的 對啊 我都不知道 但你還是會把它洗乾淨嗎 洗澡的時候 會還是要洗啊 越來越晚了 越來越晚了 不完美的自己 不完美我不洗了 不洗了 就放著就好了 隨便啦 隨便啦 因為我們現在 還蠻長時間在工作的 所以 工作一結束 然後 開車嘛 所以我都會 一到車上 結果你會覺得 很累 就真的很累 你知道嗎 就是身體上跟心理上 有時候真的很累 但是 我不喜歡我自己 就是陷入那個 情緒 情緒裡 就是我現在做這件事 到底在幹嘛 我會覺得 這個很浪費時間 就會覺得我應該 應該把這一段時間 拿去 譬如說 看劇也好 看廢片 就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這樣過去 然後隔天你還是 一樣繼續工作 對 繼續朝你自己的目標前進 那我覺得這種時間 大家一定都有 很累 上班工作壓力很大 什麼的 但我就覺得 有時候人生嘛 就笑一笑 真的就夠了 我就會想說 就是不要太入戲 就是如果 如果太入戲的話 就會那些 感覺什麼都會 都會 就好像 我現在我演的是我自己 這個人 但是我太 太投入在這個角色裡面 那我那些 所有感受 情緒什麼的 就會讓我 就會開始折磨我 但是如果我想說 我只是這個演員而已 我只是來體驗一下 這個 這個角色的人生的話 我不要太入戲的話 我說不定才不會 被那些東西影響 對 那我們來談一下 你們第二張專輯吧 因為其實這張專輯 在一開始在寫的時候 就是 耀如他自己 也要寫很多 這張專輯算 他也寫得快 接近一半 最主要是我們 可能那時候寫歌的時候 就是要看 我們可以寫出多少的歌 然後 就是我們自己 內心也有想要 開始轉變 寫一些快歌 我們想要讓音樂姐 可以聽起來更 嗨一點 就可能第一張在音樂節 他就是沒有辦法 達到 比較起承轉 對對對 我們就是想要 在音樂節可以 所以我們這張 可能很多都是以快歌為主 就是有 應該算是有目標的 想要去寫一些快歌 但還是有慢歌這樣子 對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這張 專輯的快歌的感覺 可能跟第一張 的快歌感覺就差很多 就是輕快感 跟這張就是真的比較重的那種 這種節奏的那種disco感 這樣子 你們這張真的是融合了很多元素 對 因為我覺得融合很多元素 一直都是我們 比較常做的是 因為我們蠻可以融合創作的 這張專輯的概念就是 比較多元啦 就是 而且歌聽起來又是比較酷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就想要 營造一種 Mind Night 午夜的那種感覺 剛好我們 我覺得這張專輯的每首歌 也都蠻適合在午夜聽 就是大家在午夜聽的 歌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覺得每一首歌的 午夜感都不太一樣 對 我蠻想問就是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一個 韻腳的詞點嗎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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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也不知道知識 因為像可能耀如跟珍妮好了 他們兩個寫的歌 就是對我來說就是 詞的含金量比較高 我自己覺得啦 就是他們會花比較多時間 但因為我寫歌 我寫詞就是 就是我比較偏 極致歌王 就是我可以 十分鐘就把詞全部寫完 所以我可能有一套 我的公式在 就是我可能會有一套 這樣子 對 反正這張專輯呢 我覺得如果要我推薦一首歌的話 我自己會比較 我自己蠻喜歡 愛的陷阱 這首歌 比較funk的 對 就是這首歌呢 編曲算是我覺得 我很喜歡的一個感覺吧 這首歌就是 我覺得這個編曲 套中文詞在台灣感覺 對我來說是比較少見的 就是一般好像都是套英文詞 比較多 但是我就是硬寫成中文詞 這樣子 就是這首歌的編曲 我很喜歡 就是他們吉他彈的Riff啊 瑞達的鼓啊 聊如彈的keyboard的東西啊 我自己編的bass啊 我都蠻喜歡的 對 就每一首歌我都喜歡 但是這首歌就是編曲特別 對我來說特別 我特別喜歡 這樣子 沒錯 那我就推薦 明白我的心 對 就是它是算 我們這張專輯裡比較 稍微跟上一張比較接近一點 但又好像很不一樣 你有唱 對 對就是 也比較少的 現在有那種 男女對唱的那種感覺 對 那主要是要如想到的 對就是要如想說 我就是要男女對唱這樣 對 因為基本上呢 他們兩個的歌聲 是我目前人生中 覺得是 最大的 因為他們各自都很有特色 可是他們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聲音就是真的是 就算是能夠很吻合的 非常吻合 你很屌 對 你很屌 我是你的背後靈 我才是你的背後靈 反正這首歌呢就是 編曲上面 就是整個感覺都會 好像沒有別的歌好像 那麼難的感覺 就比較好像 稍微平易近人一點 然後大家都會比較 能夠理解一點 那種感覺 然後可能 喜歡這首歌的人 也可能會多一點啦 我是蠻喜歡的 就是我本身就蠻喜歡聽 比較偏down tempo的歌曲這樣 對 然後就可能 環拍比較多的時候 我就喔 就會特別是我的type這樣 要如 基本上呢 第二章我一定是全推 對 那要先論情緒的話 我自己會很喜歡 cherry ocean 我覺得cherry ocean 在我演奏的當下是 真的是有包住我那種 擁抱的那種感情 對然後會覺得 躺在那種宇宙中 對是很舒服的 被療癒的感覺 對被療癒的感覺 所以我很推薦這一首 那我呢 這陣子的晚上 午夜時期 我都會聽 其實我聽很多啦 但是最近我 也有點迷戀jungle 所以我這一次推的是button 你最近也開始聽jungle 我一直都在聽jungle 我就覺得喔好爽喔好爽喔 然後我覺得jungle這種感覺 跟button有一點像 對 那button這種感覺又 沒有jungle那麼 那種 那種很雜亂的那種感覺 那我覺得這首歌應該會 大家聽感上可能會比較偏那種 有點電子音樂 有點蕭蕭discord的那種樣子 這首歌呢 我覺得詞比較有趣 對 就是button就是 就是按鈕嘛 對然後 你碰到了 你們也可能 你跟你喜歡的人 碰到了那個按鈕 你們等於是 開啟了你們的開關 那你們的開啟開關之後 你們能幹嘛 就大家一定可以想像得到 對 所以是 差不多也有一點 往那方面的想法 對 色色的 我的話 我推的歌就是 第一首歌 Midnight Blue 對我覺得 以一個鼓手的視角 作為出發的話 那整首歌的流線感 跟他的行進感 都是我非常喜歡 然後他整首歌的 長度也剛剛好 對 他就可以一聽再聽 這樣 我可以特地問一下 就是 因為你們這首有MV嘛 對啊 網球到底練多久 我真的蠻好的 因為聽說你們是完全不會 你知道嗎 但我們其實也根本沒有練 你就摸一下 對 就是球來啊 你就打一下 對 因為他其實也只有剪一下 片段 片段 對 所以那個導演很厲害 他就把那個 全部的那個 對 他好像讓我們很厲害一樣 但其實根本沒有 那我推一下那個 補夜城好了 因為補夜城我覺得 他不管是旋律的流線感 或者是他可能 hook感很重 就很 又玩蠻多嘗試 然後 或是新拍的東西 就是我本身也蠻愛的這樣 所以我本身是蠻喜歡補夜城 補夜城 接下來 因為你們其實 其實光今年演出 你們就跑了很多地方 對 你們光是可能中國 好像就聽說在一個月內 就跑了十一個地方 然後你們又去日本 又去韓國 然後又香港 港澳這些地方 跑來跑去 你們自己有沒有 讓你們最印象深刻的故事 我們的話 應該都會說香港 對 就是香港的觀眾 的那個熱情的程度 不是我們最一開始可以預料到的 應該說 因為我們在那之前 我們可能就都在台灣表演 然後去香港那時候 就是第一次 知道原來觀眾這麼瘋狂 就一直叫一直叫 然後叫不停 然後一直叫他脫衣服 真的開始感覺到 可是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就是第一次真正的 可以開始感覺到 你是在跟台下的這些人互動 就是會互相丟球 對 對 大家就是互相影響 就是我覺得演出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給你們很多能量 然後你們也要給我們能量 但我們就有更多的能量給你們 那能量就會越來越多 就是你們接下來還有要就是要在台北 跟台中高雄 然後也2024年 然後要辦三場 你們這次巡演的名稱叫做 Midnight Wondering 也就是把你們的專輯名稱跟你們的團名合在一起 然後就是這次你們的巡演 1月20會在高雄的Backstage Live 沒錯 然後台中是1月27 然後在Lexy台中 然後台北的話 最後會在2月3號 然後會回到台北的Zen 沒錯 對這三場有什麼樣的期待嗎 我其實就是要把表演做好 就是我能做多好就多好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爽 我也是 但是我也蠻期待的 希望觀眾也能跟香港一樣 互相交流 就是也不是說大家一定要很瘋狂 還是怎麼樣 就其實就是我覺得 你需要給表演者掌聲 尖叫聲歡呼聲 讓他們感受到就是台下的人士來看你表演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最後特別想問一個 請說 你們自己是會表達愛意的人嗎 然後團員對你們來說是怎麼樣的存在 我跟我女朋友是會直接這樣說 對 但是就只有她一個 我跟團員一樣 我不會這樣子說我愛你們 很偶爾 很偶爾 就像這種大場面 就說我很愛你 對 但私底下話就是 欸我很愛你 這樣 就怪怪的 對 會有點揪一下 團員對我來講的話 是同事 是同學 是朋友 是家人 每次只要有出什麼包啊 或什麼的 我真的什麼 欸什麼鑰匙不見啊 什麼之類的 真的他很常把鑰匙 放在車子裡面 騎摩托車也是放在後車廂裡面 然後就打給我 還要下山載他這樣 欸可是我覺得我們團都是一個 就因為我平常打給李耀如 他是不會接電話 但是我只要有出事 他都不用手機 對我只要出事 我只要打給他 他一定會 心電感應 心電感應 對對對 我覺得我應該也是一個 蠻會表達愛意的人 就是我對家人也會 就是可能對媽媽說 媽媽我愛你啊 或者說我會對我們家狗狗也會說 啊我愛你啊 就是我會覺得 這個 呃 我會想要讓對方知道 我是愛他的 我怕對方會對我 有一些什麼誤解之類的 對我覺得表達愛意是真的蠻重要的 基本上我也算是一個 會表達愛意的人 就我對我媽 跟對我女朋友 我也是都會跟他們說 我愛你這樣 然後 團員對我來說是什麼 就是 唉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最對不起的人 就是這四個人 因為我覺得我把 很多 很不好的能量 就是我很常在 練團的時候會帶給他們 然後 以前很常跟他們吵架這樣子 但我很努力的在改變這樣子 我其實也很感謝他們四個 就是 就是走了這麼久 然後他們都很願意一直跟我 繼續玩團這樣 不然其實我覺得 因為以前看我以前的自己樣子 其實我自己也會受不了 所以我也覺得有時候會很對不起他們 但我是非常愛他們四個人 這樣子 對 哇其實你們大多數 就是還是會說 會表達愛意的 這是 你不問的話 不會平常講 因為我們平常都待在一起 不會有人就 這一天突然要表演 然後一上車 不是你 我愛你 真的嗎 對 那我覺得我們平常會用 很開玩笑的方式 去表達 對方的愛 對 那今天非常謝謝 溫滴漫步 謝謝 他們在 接下來在 2024年年初 也會有一系列的巡宴 沒錯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到他們的FB IG YouTube 這些都可以找到他們 沒錯 如果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然後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今天這集也會抽出兩個心兒 然後可以獲得他們的親民簽名版 然後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